你们的联系主要内容是些什么 您方便说 孩子比如说要买东西 孩子比如要上学 要转学 孩子要生病 就是你们之间所有的联系 都是跟这孩子有关 都是因为孩子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他的联系 我主要想跟他生命那天 没有感情上一点联系 你想十几年 二十几年前就没有感情的存在 我是因为幼稚年轻 我把人家坑了相反是 我应该是内疚和自得不 但是我仍然承认 我对他没有感情 确实没有感情的联系 可是他总在想 我会跟他妈有这种联系 他甚至会在想 我跟他妈还生活在一起 你是不是做过什么 或者说过什么 表达过类似的一个状态 才会让他有这样的疑心呢 我想可能就是因为第一次 我女儿他妈 跟我爱人见面那一次 可能是因为那一次 然后他看见了 我在这要说的 因为他们之间聊什么 我并不知道 后来也没有说起过 但是刚才我听着说 那个意思还是 我女儿是 她妈是故意在弃她 说这是她的水杯子 这是她的鞋 我在那住过嘛 我是在那住过 但是我在这要说明的一点是 那个房子当时是我租的房子 给女儿上学 她妈有家庭 有她自己的家庭 只是偶尔去的时候 我们会遇她的一起 那这些你跟你老婆说清楚了吗 她不相信 我问她 她也不会说真话 我们听听看专家老师 有什么看法 王先生 你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 你越偷偷摸摸的 她越会联想到 这一个月一次才回家 你当着我面 你偷偷摸摸 那么平时你在外面 是不是更频繁地接受 哪怕 甚至于你是不是偷着开车 去找他们了 这种感觉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会这么想 何况是用情极深的一个女人 这样子女士 国家从94年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颁布以后 就不再承认事实婚了 所以我们不管 王先生当时跟侄女士 是否有在一起共同生活 当然有个孩子 就说 他们之间是没有婚姻关系存在的 所以 您是有合法婚姻的 您的家庭 您的婚姻 您的权利 是受法律保护的 王先生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刚才您说 其实您跟女儿的母亲 没有任何的情感上的关系 如果她对你 没有任何的情感关系了 她干嘛要去跟你的媳妇 去示威呢 这是老王的拖鞋 这是老王的杯子 那这话有潜台词啊 中国有句老话叫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这惦记着惦记着 没准就惦记出事来了 更何况还有一个女儿呢 所以这个我觉得 您有必要 要去思考一下 第二个问题就是 您觉得妻子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四年 她没有做出一种改变 没有一种好的调整 这四年当中 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态度 给予过她 您让她怎么走出来 然后孙女士 为什么您的先生 不去跟您去呈现这个事情 我觉得 她不想跟您离婚 为什么不想跟您离婚 您刚刚说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孩子 是最不是理由的理由 是她亲口跟我说的 说我们条件不好 假如说 我现在跟你离婚的话 第一个呢 孩子小 第二个呢 我没有那么多钱 假如我有钱了 再过十年 再过五年十年 我有钱了 我会给你一笔钱